二十八 成鋪 食環處應到絕暑環 2015年7月15日地區北鎮國家之然 A 十領袖建言諸家建有到下季 蚊蟲滋生 尤其是藥疾及登革疫等可由蚊蟲傳播 並大規模爆發 港府除了須予備疫苗外 更要防患未然 在社區滅絕蚊蟲 尤其是環街窄巷和溝渠 蚊蟲繁遣滋生嚴重 食環處雖不適主動刀圈被告 I 撲免蚊蟲隱患 徹底道絕蚊卵和幼蟲 食環處兼負圈繁機構吵細語 造事更不能膚遣之害窄 街邊垃圾雜物堆積 社區喉行更履然說中 市民意見怪不怪 可視老鼠欣穿梭烏渠和垃圾堆 身上帶有可致命的病菌 其破壞力和傳播病菌的能力更是不能忽視 畢者還記得食環處官員曾回覆 表示三隻大型活鼠及死鼠屬小量 中食環處人員向畢者親屬老鼠只會望牙 老鼠不會咬人的笑料 或許 道絕鼠還須由市民親自造起 不能依靠食環處 怪不得隨處店舖均見自行 徹下老鼠龍和老鼠膠的陷阱 部門的厭惡性如過街大老鼠 比街邊鼠更成大眾憂慮 香港絕不能忽視鼠還蚊還 若圈勒歉門嚴 鋁燃老鼠蚊蟲黑點 社區圈繁細與缺提 從矮引還言關注 尤其是市民對圈月 適進一步提高中通呼吸綜合症成了杯公射影 但市民從老鼠可傳播致命病毒 卻是鐵一般事實 若社區爆發主疫或登革疫等病毒 食環處確是難辭其咎 冰封三呎飛一日之寒 從各區區議員或社區幹事的橫額 香港各社區均燃薯還蚊還黑點 看來食環處就在下苦工 食環處就做實事 除了委併服務外判傷的工人外 食環處的各區辦公室也須親自落場監督 並主動巡視圈備救艾 尤其市民居和學校附近 應隨雜草和噴殺蟲水 更是不能媽夫失職,食環處癒效率提高,預計蚊患悉患將大幅度減少,也降低香港各社區爆發傳染病的危機 文·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碩士候選人朱家健